大家好,我是張亮穎,祝GoGo上海時尚媒體越辦越好 最近比較熱衷減肥 沒有,我健身的時候沒有節食 對不節食正常吃 因為節食總有一天會破功的 我就覺得就是也不管嘴,但是也跑斷嘴 以前是沾假睫毛 但最近突然就習慣了不沾睫毛 好像也還可以 腮紅要分是做什麼事情 如果是像今天這樣子就比較輕鬆一點的 我可能會塗一點腮紅 但如果是在台上又蹦又跳的我就不塗 因為我很容易稍微一熱我就自動臉紅了 對,我是那種就是一熱了自動就臉紅了 對,很多時候只要但凡需要唱歌 或者環境比較熱的時候 我可能就不考慮腮紅 我可能就是嘴的顏色稍微 所以我可能會醃麗一點 入秋的話 其實最重要是換季就是比較容易乾燥 特別我可能在北方待的比較多 所以如果說上妝的話就是一個是妝前的面膜啊 妝前乳之類的就是必須得對夠了 然後就是雖然是秋天沒有夏天那麼熱了 但是這個時候反而是更要注重塗防曬的一個事情 還有就是這個季節有的時候上妝 戴妝時間久了也會乾了 有的時候會比較退皮 所以用的會比較潤一點的 哪怕是眼影啊唇膏啊這些東西都會用相對比較潤一點的東西 沒有什麼特別的方式 所以這就是音樂很好玩的事情 就像每一次現場你感覺你不可能控制的 你都是到了那一刻你抓到了什麼樣的感覺 它可能帶有一定的運氣的性質 一定的身體狀態一定的精神狀態的性質 然後再加上你遇到了什麼人說了什麼話 然後發生了什麼也許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錄歌的時候進棚 你不一定會是最好的狀態 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一個環境啊心態啊什麼的 你就是進去了之後 你只能條條框框的按照怎麼樣錄好聽 這個好聽可能就是你個人的一個很主觀的一個判斷 然後你可能過一段時間 我覺得在你發這首歌以前 你又發生了另外的什麼事情 讓你對你錄的這個歌有別的想法 你可能就再進棚一次去改一個 因為我覺得所有的音樂都是有時效性的 你在當時當下這一個時間空間聽到的這個音樂 它可能符合你當時的心境 你當時的狀態 對包括現場也是 大家聽到的每一個現場當然都應該是不一樣的 完美是很好的 但是每一個現場的獨特性個性的東西也是很好的 我對所有事情基本上有計劃 但是我也很深刻地明白計劃沒有變大 所以我每次遇到變化的時候我就會安慰自己 我已經計劃過了我盡力了 埋頭做事情 就是不要讓自己停下來想情緒的問題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人的情緒是因為問題堆積 你沒有辦法 你都理不清楚你要先解決哪一個問題 所以保持好的一個狀態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盡量不要讓自己有拖延症 有一個問題就解決一個問題 其實這些年說了不少話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還是希望自己不同的時候的狀態 都可以很真實地跟大家分享 然後也希望不管是什麼樣風格的音樂 都可以繼續地跟大家溝通